消防隊救護人員全圍在電箱旁 一手扶著男子的腳出動破壞技材 要把圍在電箱旁的柵欄鋸斷 幫助他脫困 因為他整個人就呈現到投災的姿勢 被掛在電箱柵欄上 男子躺在單架終於成功脫困 不過腳被柵欄刺傷 救護人員替他簡單包炸 才將他送衣 那個腳被那個鐵條 我剛剛有切起來 事發地點就在19號晚間 12點多高雄美勝7街 一名19歲男子 騎著機車行徑該路斷時 疑似為注意車前狀況自撞電箱 結果整個人倒掛金鉤卡在電箱上面 消防隊趕到後 大約花費20分鐘將人救下 現場也擺起三角錐 可以看到柵欄被切斷 地上還有衣服碎片 送衣後警方將對男子進行酒測 來釐清車禍發生經過